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真是政府扩得越来越大 真是危险很多啊 对啊 就是我们要付钱给这个赔偿工作组赔给谁呢 赔给我们的黑人同胞们啊 啊 为啥赔给他们呢 那大家都知道 现在美国整个这些共产主义 叫同志们 同志们 就黑人同志们啊 那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还是以前那个奴隶的那回事啊 然后一直到现在就说不行了 这个他们都是奴隶的后裔 实在是太不公平了 所以一定要赔款给他们啊 那当然这个赔款也没有特别严格的审核 有的人呢 他祖先根本就不是从非洲来的 就是啥样的黑人 反正就是只要你肤色是黑的吧 这样可能也都赔给你啊 那最近呢 这个加州赔偿工作组 他们正在计算说拿你的钱要给他们 要给多少 他们在这这个紧锣密鼓在这筹划的时候呢 他们最近呢 又提起了两个建议啊 这两个建议就是大家觉得说 啊 你除了要我们钱 你们还在关心这种事啊 那第一个他们提出的建议就是什么呢 就是哎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黑人啊 很多都是就是对婚姻还有家庭 非常非常不负责任的 很多都是婚前就怀孕生孩子 然后结果就跑掉了 那他们这个第一个建议呢 就是说 你看这些爸爸 多惨啊 我们就建议说 黑人居民呢 就不应该承担子女抚养费的这样一个责任 所以他们想要把这样一个责任从黑人的身上挪走啊 那他们第二点提出的建议呢 就是说 这个 如果我们要是看到黑人同志啊 在公共场上小便的话 就警察 你没有权利执法 你也没有权利去管我们的黑人同胞 呃 在方便啊 所以就是今天我们根据这两个事儿 我来展开跟大家来聊一下 呀 其实加州会有这个黑人赔偿法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 对 因为加州是从来就没有黑奴的一个州 就是加州在这个南北战争开打的时候是没有任何黑奴的 嗯 然后加州一直以来是一个free state 就是如果黑人跑到加州来的话 他马上就获得自由的身份 而且会保护 对 然后之前法院也有打到这种官司 因为有个黑奴跑来了 对 结果人家主人也追来了 对 人家就说这是我的奴隶 结果到时候判谁 判说这个黑人是有自由身的 简单说就是加州要赔偿黑人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 而且这个都审核没有任何的定义 只要你皮肤比较黑 你可能是菲律宾人 但是你identify as a黑人 你这样都ok 或者是你是个白人 你晒太阳晒很多 你只要觉得你自己是黑人 你基本上你也可以拿到这样的补助 所以就是这个事变得特别奇怪 就是很多 就像你讲了 你根本都看不出来他哪跟黑人有关系 他就开始说了 说我其实这魂血 我网上捣散带 谁是这 我们家是黑人 他曾经接受过怎么怎么样 你这上哪插去 是不是 所以就是他也说 那这个赔偿 我也是后裔啊 那这个赔偿也应该有我的一部分等等等等 那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就是有一个这个victor mentality 就叫受害者心态 受害者心态 其实在黑人群体里面 他们真的是被这个心态是非常非常普及 而且是坑害的这样一批人 那我们就今天这个讨论这两个事 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讨论 这个加州这个立法组呢 这个赔偿组 他们就开始说 说黑人呢不应该承担子女抚养的责任 那很多人呢 这个就是说抚养孩子嘛 抚养孩子他没钱 他就跑去贷款 然后呢 他们刚开始这个工作组是说 就是说 那我们就把贷款给他免去 就是说贷款的利息这一部分给他免去 就是说他本来就已经很穷苦了 他要还这个钱呢 他要给人家这个抚养费啊 他抚养费他都给不起了 你怎么作为国家来讲 你怎么那么狠心 你怎么还要人家利息 对不对 说好 那我们就把利息给免了吧 后来他们一看说 这免利息这事哪够啊 人家说他们实在是太穷了 他们根本就负习 那我们要是想要帮助这个群体呢 你就不要让他们承担任何的债务 不要让他们给钱 就完了 那所以呢 他们就认为说 现在就是你要给钱这回事 就比如说这个妈妈生完孩子 这个爸爸又给钱 就是这样的事 其实这个是呢 叫歧视性的法律 而且就是因为这样的法律才造成了大量的未婚母亲 还有未婚的这个母亲生下这个黑人儿童的这样一个原因 然后这个法律也导致了 就是必须要承担抚养费的黑人父亲比例变得更高 所以他们就说这样的歧视性的法律 就导致了非美国人家庭破裂呀 而且呢 还给这些人造成了伤害 还有难以负担的债务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个研究数据啊 这个研究数据真是让我觉得这个比例高到不像样哈 就是说他们在写出了一个1100页的一个文件 他们在这里面就说到说 在加州啊 黑人欠子女抚养费债务的比例 是比在加州所有人口中黑人占的比例还要高的 意思就是说 在黑人 整个黑人群体里面 有欠债的 就是这种未婚全院跑了的 完了得给人家付抚养费的这批人 就在黑人里面 这批人的比例比整个加州所有人口里面 当然黑人占的比例还要高 就是还有其他州潜在的黑人在加州生小孩的意思吗 不是 这个意思就是说 这个事在黑人的群体里面 其实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 啊 OK 就是已经是相当高的比例 就是你在黑人群体里面 干出这种事的比例是相当相当高 而且是非常非常普遍的 那其实我对于这个的观点是非常简单的 就是因为他这就是说 黑人未婚生子 然后呢 还有离婚啦 离婚也不是要得给富翔会嘛 就是他那个简单的意思就是说 爸爸不用支付孩子钱 对对对对 那这个样子其实是让男人不必当男人 男人可以永远当男孩 男人可以就是永远去外面 去做什么 做什么 做什么那个 然后这个 其实黑人在南北战争结束之后 黑人的生活品质一直有在改变 一直到1960年代 那个时候黑人 他们不但是创造了这边的这个加州这边的那个 Asusa Revival 然后呢 他们很注重家庭 你看那个以前1960年之前的这个电视啊各方面的 黑人他们是有自己的文化的 然后他们是越变越好当中的 就是每一个男人有责任 然后男人会去参军 男人会想要去做更多的事 会想要去创业 想要证明说自己绝对不是次等公民 结果到了1960年代的时候 马丁路德今天的时候 那还是歧视我们啊 就是一直在吵冷饭 就是说我们就是被歧视 我们就是被歧视 我们就是被歧视 结果导致1960年之后的黑人 每一个变得越来越糟糕 现在在做的事情就是黑人 他们对于性爱这样子的东西 是一个不用负任何责任的这个情况 这其实就是政府要我们做的事情 他上面说 父亲没有义务要支付小孩的这个教育基金 还有各方面的什么意思 就是政府会帮你付 他就是要把你的小孩拿走 因为小孩是政府养的 就是泰国很多小孩 他们会说 泰国的小孩全部都是国王养的 为什么 因为泰国那边 你只要是小孩的话 你有免费的牛奶喝 就是各方面这个东西 政府就是想要从父母那个地方夺取小孩 那黑人 因为他们的受害者的心态 所以他们最容易被利用成这个样子 所以说他们就会觉得说 这个东西应该是免费的 那个东西应该是免费的 我养不起孩子 不是因为我不负责 然后乱生孩子 是因为我有权利享受性爱 然后呢 我没有必要要负责任 这些东西是社会的责任 是国家的责任 这个样子的心态 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导致黑人在这边越来越软弱 真的是被人瞧不起 我必须说 一个男人 一个民族 有这个样子的想法 说我永远是受害者的时候 连黑人自己都瞧不起黑人 更何况是其他的人 然后又不能说 因为你说的话就是歧视 这样是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一个恶性循环 对我来讲是这个样子 对 而且他们对女性是非常非常的不公平 你可以看到这边有很多黑人妈妈 一个人带好几个小孩 你想 你被这个男的 有很多人 他是非常年轻 然后他也非常冲动 男人不懂控制自己是什么 然后女人又在那个时候就 恶恋爱呢 好啊 好啊 我就愿意跟你怎么怎么样 对吧 那你又没有洁身自好 你也没有一个自知力 男人结束了 他就走了 结果这个女人就开始怀孕 生生就开始生孩子 他被一个男人骗 被两个男人骗 被三个男人骗 然后全都走了 这些人没有一个人给他钱 他带着这么多孩子 他要怎么去赚钱 你想想那个日子得过成什么样 你那不就是特别窝窝当当的 住在一个小房子里 然后搞一堆孩子 所有的东西都是乱七八糟的一片 那不就是这样的吗 这个法案 我不要说黑人啊 这个法案在做的事情 其实就是在伤害他们 其实就是在伤害他们的自尊心 然后他对于自己的这个能力 还有担当的一个 不管是家庭 女人跟男人都一样 没有人要为了一个家庭负责任 破坏家庭最好的方式就是刑犯烂 对 而且你想想在这个家庭里面长大的小孩会变成什么样 他们看到了 就我们这个族群男人都这样嘛 你可以不用负责 然后你就看到妈妈每天在家的时候 他对这个东西的概念 就是家庭就是这样 就家庭里面就是一个妈妈带好几个孩子 那他长大之后 他也会去做他爸爸要去做的事情 哪怕或许有的人很痛恨的 你知道吗 有的人长大都说 我很不行 我爸爸小时候做什么 但他还是去照样去做这样的事情 因为easy 对 就是这个是你最不用负责 谁想要天天去上班 对不对 你上班又要赚钱 又要养小孩 你还要好好的什么给他什么思想品德 道德的教育 然后礼拜天你还要带去教会 这一切都太复杂了 没有人想说 哎呀 这为什么人生活的这么苦 为什么人生活的这么累 有个地方 是吧 这个政府就告诉你说 你啥也不用管 你就走吧 你走了 你把这个女的搞怀 因为你还可以去搞下一个 你还可以去搞下一个 你只要一直换 换你喜欢 你只要过你自己最舒服的日子就好 所以像他们这个文化 整个这个种族的文化就会烂掉 而且它是一个死循环 因为你想让人变懒 你想让一个懒人变勤快 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 对 如果你要是已经习惯拿到这些补助金或者什么 而且这种免费的东西其实大家全部都想要的 不管你是穷还是你是有钱 穷人可能更想要 但是富人他也想要 很多人从中国来 从上海来 从北京来 在人里面都算是很有钱的 尤其是跟美国人一对比 对吧 你把房子卖到都很有钱 但怎么样 他们就是故意的 就说 哦 某一个人的名下就不要放任何东西 我名下我不要放房子 我也不要放车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去领政府的白卡 哪怕像这种白卡 它提供给你的医生 还有条件 其实都不是特别好的 就是你去就医的环境其实都不是特别好 但是他们就是为了免费 所以就是要拿一切的东西 包括食品券 超市里的东西对你来说都不是很贵 但是他就有个心态就是免费的 我不要白不要 但其实这种东西都不是免费的 你不付出 别人会付出 有很多人 其实在过非常辛苦的生活 但是他在提供给这些光鲜亮丽的人 这些免费的东西 所以朋友如果你要再看我们的节目 如果你是走线进来的华人 请你不要去领免费的政府的东西 既然你已经来了 而且你是通过非法的方式来到这片土地上 请你走到教会里面去认识神 然后好好的改正 好好的回过 然后你在这片土地上 你要用你自己的能力去做一个好的公民 去回馈给这个社会 去回馈给这个国家 不要去领免费的东西 因为这样的话就是会越来越烂掉 就是会越来越不好 这就是变成一个死刑了 我们今天看到黑人的族群是这样的 我们当然不希望华人的族群是这样的 因为总体来讲 华人的族群还是 各个族群里面还算是比较有出息的吧 就是总体来讲 会比较爱学习 然后比较勤奋 比较刻苦 但是我们看到 其实在这里面已经有很多人是在走下坡的这种现象 所以不要去做这种事情 为了你的家 为了你的孩子 让大家都知道 要为自己的人生 为自己的生活 负起绝对的责任 而且为自己未来的家庭要承担起绝对的责任 那还有呢 就是另外一个我也觉得特别逗的一件事 就是他们说 说你不应该执行在公共场所禁止小便的法律 这事就奇怪了 你看见一个人站在路边尿尿 警察去制止 就是这加州赔偿工作组 他们到底怎么想的 就是我们黑人同志在路边方便的时候 警察千万不要去打扰 也不可以跟他说这是不行的哈 他们的这个想法 他们这个脑回路到底是什么呢 啊 他们的脑回路是这么说 说这执法部门啊 他们就对黑人同志经常下手就特别狠 他说你看看呢 这个执法部门他们经常会负责一些什么呢 就是像这种公共秩序混乱的这种犯罪啊 像什么比如说非法露营啊 就是你那个路边躺着 你就执个帐篷在公园里睡觉等等等等的 还有什么公共场所醉酒啊 你就看他大白天有人离个酒瓶子 截上胡言乱语的 还有什么扰论公共秩序等等的哈 说警察都去管这种事 但是呢 我们有报告出来哈 说就是这些人 他们经常都是这些无家可归的这个homeless啊 还有什么这个精神健康有危险的 其实这些人都有 但是这些去执行的警察 他们其实并没有跟这些弱势群体打交道的培训 也没有这方面专业的知识 那这样呢 他们这两种人群之间的这种脱节呀 就会导致什么呢 就会导致警察过度的甚至使用致命的武力去对待这些人 而且呢 这种武力呢 也非常多比例的落在黑人的身上 所以呢 这些警察过度执法有非常破坏的影响 所以我们的立法机关就必须要禁止去管这种 什么站在马路上尿尿的这种行为 你就不要管 因为你一管 警察一看这是黑人 他就容易给他打死啊 yeah 这非常非常奇怪的一个思考逻辑啊 而且他还说了 他说为什么这些人会站在马路上尿尿呢 因为他们 不是 他说因为他们穷 啊 他们太贫困了 因为太贫困了 所以他就必须得站在马路上尿尿 其实这事我也不是特别明白 总而言之 基本上这个法律就是在鼓励这个样子的行为 对 因为他在这个报告里面 你可以看到就是他有很奇怪一点 他说绝大多数这样被对待的人都是黑人 为啥 因为没有什么别的人站在马路上尿尿 不是吗 他怎么抓不着你呀 他怎么抓不着我呀 因为我们不干这种事啊 他抓我干嘛呀 他当然抓不着我呀 他为什么就抓黑人同志呢 那黑人同志就老干这种事啊 那警察一开车一过 哎呀 你看有个人站在那尿尿呢 不行 他犯法了 我们得过于说别让他这么干了 我们照道理讲说应该要去制止这个样子的东西 制止这样子的一个行为 然后呢 I seriously don't know 因为现在洛杉矶这边的流浪汉已经太多了 多到一个炸掉 然后公共厕所只要一摆上去 里面卫生纸就被偷走 然后里面水箱就被偷走 然后里面什么什么东西被偷了 就是现在的洛杉矶这个地方已经变成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奇怪的地方 一个程式 正确的事情没有人去做 做的话还会被人家指说 哎 你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 你怎么没有办法了解对方的这个处境跟心情 你没有同情心 你没有同理心 你不懂他站在街边尿尿的时候 他到底是经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他才能做出这样的选择 对吧 所以就是所有的东西都变成 你不懂 你不了解这个人的心理状况 这个人的情绪等等等等 但是就是我们抛开这个东西都不谈 你站在街边尿尿 对吗 是吧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基本的事情 就好像你不应该偷东西 你不应该去砸车 你不应该去杀人 这都是非常非常基本的事情 而且你说实话 美国其实像加州这边公共厕所非常非常多 你进到任何一个便利店 或者任何一个商场 它里面都会有马桶 有马桶纸 然后有卫生纸 就是你基本上一分钱都不花 你就可以解决这方面的事情 而且并不难找 就是每一家店基本上它都会有这样的设施提供给你 那么为什么还要去这样的立法 而且这个主要就是这个赔偿小组 他们很多都是黑人 他们到底想要把自己的族群搞成什么样子 你想想他们想让自己的族群性泛滥 没有任何承担的后果 想让自己的下一代越来越坏 想让自己的女人被欺负 而且你知道去接受那些堕胎的这些妇女 绝大多数都是黑人 就是绝大多数都是黑人的小孩子被堕掉 然后他们又要自己的种族不知羞耻 站在大街上可以随便的尿尿 那你说他尿尿都没人抓了 你就控制不住大便吧 对不对 就是你都不知道他在街上 到底会干出什么事情来 就是连这种最基本的羞耻性都没有 他就是要把人变成动物啊 对 你和狗在街上尿尿 大家都会觉得是很正常的事情 他现在要让人变得像狗一样 你到底要把你们自己的族群搞成什么样子 这是很让人费解 而且他们居然会觉得说 这是对我们族群很好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要赔上他们 我们要让他们过得更好 可是这真的是让他们过得更好吗 还是你真的是用一种温水煮清花的方式 让他们变成世界上最糟糕的一群人 这其实就是圣经里面一直在讲 就是弯曲悲逆 Avan 你就是把正义的事情 就变成一个不正义的事情 把不正义的事情 变成一个正义的事情 那正义的事情 其实包括很多东西 那其中 甚至什么 在街边上尿尿 你根本不用扯上 根本扯不上什么正义不正义 只是有没有尝试而已 但是他们就是想要 有特权 他们不管怎么样就是想要有特权 不管说这个特权是什么样子的特权 是好的是坏的 对他们就是想要跟别人不一样 然后不用负责 他们认为说一个不用负责任 然后不用为自己的行为举止 承担任何责任的生活方式是好的 其实这是很多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 他们的想法都是这个样子 是 我们常常在节目上面讲说什么资本主义 然后对上社会主义各方面的 其实你看这两边的主义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就是资本主义的国家里面的人 特别会去做善事 社会主义的国家的人 什么善事都不会做 为什么 因为善事是由政府开支的 善事是由政府去做的 政府怎么样发送是他们的事情 我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 资本主义的国家 例如像美国这个地方 美国是圣经告诉我们说 我们得到钱财 我们就要给予出去 我们给予出去我们要帮助穷人 我们要去做这些东西 所以说保守派的做善事的比例 然后捐钱的比例是非常高的 在美国在加州这个地方 我们已经完全要走向一个共产主义的方向 这个就是他们的第一步 你是受害者 我们要帮助穷人 我们要帮助穷人的方法是什么 就是从紫地下身上拿钱 从Ethan身上拿钱 从你身上拿钱 从你老公身上拿钱 从你孩子的储蓄账号拿钱 从你的401k拿钱 这样子的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来帮助这些人 然后我们就是在做一个collective 一个集体的一个善行 但是他不会在乎你 他也不在乎那些黑人 这些钱最后会怎么样 在加州赔偿工作组这个地方 他们有了你这些钱的之后 他们来分发 分发的绝对不是现金 绝对不是什么银行卡 让他可以随便使用 一定是说我这边有个基金会 我有几个可以hire的心理医生 然后呢 要来帮助这个黑人 要来帮助那个黑人 要帮助那个黑人 那些心理医生一定都是他的什么 亲戚啊 大夫妈 二表姓 对对对对对 跟那个black lives matter 现在那个东西的一模一样 所有东西都是要特权 所有东西都只是想要吸取别人的财富 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吧 那这些东西 现在黑人会看起来说 哦你看 这边多好 对对 多有公平正义啊 对全加州都是我的厕所 太棒了 对不对 他们以为这是特权 但其实是在伤害他们 这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 圣经教我们 说我们是刚强的人 我们不能依靠政府 我们不能依靠任何的人 就像我们之前说的 当一个东西是免费的时候 你就是那个商品 永远都是这个样子 当任何东西是免费的时候 他就是想要你变成他 可以卖出去的这个东西 现在这个商品是什么呢 你看到这两个法案出来的商品是什么 就是黑人的受害者心态 我觉得啊 就是应该要立法 男人一定要负责任 OK 男人那个小孩出生 一直到他18岁 那个男人必须要负责 我觉得这个应要立法才对 但是这样的法律 在加州不会实行 在美国都不一定会实行 一个国家为什么会堕落 就是因为那个国家的男人烂掉了 一个民族为什么会堕落 就是因为那个民族的男人烂掉了 男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个男人烂掉的社会 就是会是一个烂掉的社会 你可以有很多女强人 你可以有很多各方面的 但是女人他们对于一个家庭的责任 是不一样的 当一个家庭没有男人的时候 那个家庭就是会变得腐败 然后那个小孩就是会 不知道怎么样当一个男人 女生从小就渴望负爱的这个 感觉在这个地方 女生很容易就很年轻的时候 就去心反弹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 各方面的东西 所以摧毁一个国家最好的方式 就是摧毁那个地方的男人的文化跟价值观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这么的 好像在讨好男人 其实讨好这些黑人的男人 但其实是在摧毁他们的整个文明而已 所以你也看也不光是说 发生在整个黑人的族群里面 LGBTQ也是 他就是摧毁所有族群的男人 对吧 所以就是说来说去 所有看到的这些问题 其实能够解决的方式就是教育 就是教育就是你不能让他一代更比一代烂 我们得让他一代更比一代强 那或许其他很多人的家庭 你没有办法管 但是你自己的家庭 就是你可以工作的这样一个场地 你的家庭就是你需要带领的地方 不管你是爸爸还是妈妈 或者是你是外公外婆姥姥姥爷 你都要为你自己的家庭负上责任 你都要为你的后代负上代价 让自己的孩子成为一个好的人 那你就是要开始在家教育 那在家教育呢 那就跟你非常有关系了对不对 你的厌性举止你必须得改变 你的思想一念必须得改变 你不可能说你还是现在这样 然后你就能培养出一个 培养出一个特别特别棒的孩子 不存在这种事情 所以你要变好 你要变强 而且你要去除你的受害者的心态 你要成为一个刚强的人 而且你要能够分得清楚 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什么好的什么是坏的 能做什么不能够做什么 首先你要有这样的观念 慢慢普及给家里人 然后你的孩子才可以 在这样一个健康的环境下面去成长 他才能够成为一个好的人 不然的话 如果你跟世界没有区别 他就会比你更加的恶劣 因为他看到你的身上的这些缺点 他也学会了 他看到外面的这些缺点 他学的更会 所以你想想这个孩子长大 会变成什么样子 所以说来说去都是教育的问题 这个除药者事工呢 熟悉的这个课程已经开课了 大家赶快也加入进来 可以现在来报名 先从自己的心思一念来改变 然后带着家里人一起改变 然后影响你的后代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然后我想加一点就是 整个政府 他们会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夺取你的孩子 然后夺取你的家庭 夺取你身为父亲的荣耀 然后夺取 honor your parents 这个说法 他们希望把小孩变成 他们可以控制的棋子 他们不在乎你的小孩 只有你在乎你的小孩 只有我在乎我的小孩 他们只要可以控制你的孩子之后 等你死了 你的孩子就完全受他们的控制 这个就是政府夺权最有效的方式 每个集权政府都是这个样子建立的 所以说大家要小心 我们每次看到这样子的法案的时候 我们不要觉得说 这是一个同情心同理心的这个 这个问题 而且我们要看到的就是 这样子的法案就是种族歧视 这样子的法案就是在瞧不起黑人 你一个法案 他规定说我可以当个动物 我可以不用当神的形象 我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这个是国家给我的权利 不是的 神给你有权利 你有权利要掌握你自己的人生 你有权利掌握当一个刚强的人 所以说我们要当神的形象 然后我们要在乎神的形象 我们要在乎其他的神的形象 就是要告诉他们 他们不用当一个受害者 而不是说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好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你对这样一个这个加州赔偿工作组 他们这些所作所为 你有什么看法 你有什么想法呢 你觉得这个 这个东西真的是公平吗 还是你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 会给他们这个族意带来非常深远的 而且非常严重的这样的一个影响 有任何的想法都欢迎在下面 给我们留言 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弗丽莎 我是依萱 那么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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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